美国第16大银行 硅谷银行因资金周转问题上周被迫关门停业 导致证券市场震荡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董事长古伦伯格 3月12日发布联合声明 迅速出手 稳住金融市场 声明指出 在收到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美联储董事会的建议 并与拜登总统协商后 耶伦批准采取行动 使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能够以充分保护所有储户的方式 完成其对硅谷银行的处理 从13日开始 储户可以取用他们所有的储蓄 与硅谷银行的解决方案相关的损失 不会由纳税人承担 美联储周日也宣布 他将向符合条件的存款机构提供额外资金 以帮助确保银行有能力满足所有存款人的需求 此外 纽约州金融监管机构 周日也以系统性风险为由 宣布关闭并接管最支持加密货币之一的签字银行 根据上述联合声明 该银行的所有存款人都将获得补偿 与硅谷银行的解决方案一样 纳税人不会承担任何损失 美国总统拜登13日就硅谷银行事件发表讲话 称将要求美国国会加强银行监管 并强调美国人民能对银行体系的安全性抱有信心 同时市场预估联储将放缓升息 高盛甚至第一个喊出三月不加息 美元几跌 中国驻美大使馆3月13日发布通知 为进一步便利中外人员往来 决定自北京时间2023年3月15日零时起 就外国人来华签证及入境政策做如下调整 恢复2020年3月28日前签发 且仍在有效期内的签证入境功能 驻外签证机关恢复审发外国人各类附划签证 具体要求相见半证须知 这也意味着因为疫情停用 持美国护照者所持有的10年多次入境签证 将可从15日起重新使用 口岸签证机关恢复审发符合法定市由的各类口岸签证 恢复海南入境免签 上海邮轮免签 港澳地区外国人组团入境广东免签 东盟旅游团入境广西桂林免签政策 韩美两国军队3月13日正式启动自由之盾联合军演 此次军演日前在韩国引发大规模集会 多个民间团体呼吁停止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 韩美联合军演 据韩国国防部消息 此次军演将持续至本月23日 旨在检查联合防卫态势 进一步加强韩美同盟应对能力 期间 韩美两军将进行登陆训练等 提高联合作战执行能力 11日下午 韩国多个民间团体在总统府前举行集会 参与集会的人员首举中断军演重启对话 大规模军演无法带来和平等横幅 从总统府前出发 一路步行至市中心 3月12日 第95届奥斯卡金像奖在洛杉矶举行 备受瞩目的最佳女主角由杨子琼摘德 创造历史成为首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华裔演员 其主演的电影《顺西全宇宙》 更是横扫奥斯卡 一举拿下了最佳女主角 最佳男配角 最佳女配角 最佳原创剧本 最佳剪辑 最佳导演 最佳影片 七项重要大奖 杨子琼在获奖时 鼓励亚裔梦想不设限 女性也别因为年龄而自负 并向全天下所有母亲们致敬 夺得最佳男配角的亚裔 关继威一上台便累撒颁奖台 在致辞时他表示 他曾在难民营待过一年 如今却站上好莱坞的最高殿堂 这是美国梦的实现 继中国湖北政府动用财政补贴 联合武汉东风汽车集团减价之后 北京 天津 上海 浙江 河南 四川 黑龙江 山西 云南 海南和贵州等多个省市 跟进出台相关政策 以刺激汽车消费 其中 河南省政府对在省内新购汽车 按购车价格的5% 给予消费者补贴 天津发放汽车消费补贴6000万元 山东发放2亿元汽车消费券等 目前超过30个汽车品牌已加入减价站